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那 很高興來 這是我第一次用這個東西 來教大家做這套軟體 這套軟體叫做Adius 在這邊 Adius 它是一套非常強大的剪輯軟體 OK 那 我現在來告訴大家基本的東西 首先你會發現說這邊有一個VA軌 還有一個V軌 VA軌它是有一個那個 音軌 它又增加一個音軌 那V軌它本身就是沒有音軌 所以它就是純影像 那你會 這裡還有一個叫做 一些小小的音軌這樣 獨立出來的一個音軌 還有它的字幕 你的字幕可以放這邊 好這個我今天先不用講 那 這裡 你可以把素材 從資料架裡面直接拖進來 直接喔 直接拖進來 也就可以了 那 因為它是照片 所以我就把它放到這邊 V軌的部分 其他就右鍵刪除 其他 這個 太多了 還 還不需要用到 所以我要刪除 OK 刪除 好 乾淨很多 那 你要怎麼加 你要怎麼加這個軌道呢 好 你就在這邊有添加 在上面添加VA 或在上面添加V軌 下面 下面這邊 好 那 我就V軌 你可以添加兩個就好 這就會出現兩個 音軌 好 接下來 這是純屬照片的部分 哇 好漂亮的鵝 對吧 對啊 鵝啊 好 那 這裡 要怎麼去編輯它的一些動作呢 這裡可以按F7 鍵盤上的F7 快捷鍵 OK 它就會跳出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它就是 針對它去做一些簡單的編輯 好 我先從這邊講起 這裡有 然後 素材剪接它的作用可以 左右移動 不是左右移動 是左右 就是剪掉 你不需要看到的部分 好 這裡你看 看到沒有 拉回去 好 這些底部 那 素材這邊 不透明度 它顏色 這一樣 它可以 很透明 拉回去 OK 那 背景 背景 嗯 不知道 算了 那 位置 位置這邊你可以做 直接在這邊做大幅的調整 大幅的調整 這裡 或是你可以直接從這邊做它的微調 OK 直接按 按著它 按著它 上下移動 或是按著歪軸 它就會 上下移動 這裡 左右移動 上下移動 OK 這很簡單 那軸心 軸心 顧名思義 就是它軸心的這個位置 軸心的位置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去調它的 這裡 你可以把它調到最旁邊 有時候在轉的時候 它就會照著 你的這個軸心去轉動它的 這張圖片 像我們有時候要做時鐘有沒有 就會把軸心 放在 時鐘那個根部 好 這裡也可以 上下 轉動 OK 好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這裡是旋轉 我關掉了 OK 這裡是旋轉 直接從這邊 右鍵 拉著 或是它在這邊 都要移到中間去 好 拉回來 哇 鵝會轉耶 好 接下來呢 就是 拉伸 拉伸 你可以 在這邊 做它的這個調整 它的大小調整 或是 你可以在 直接在這個畫面上 拉這個點 它就可以做微調 它大幅度的調整 那 你也可以 保持 讓保持 引格寬高筆 這個 按掉 它就 不會保持 引格寬高筆 就是這樣 它就會 隨便你拉 你看 拉瘦 或是邊旁 讓這個蝴蝶 不是 它的鵝 對 這個 OK 你看 很漂亮對不對 這是我拍的 好 那 這裡有個寬 寬邊 寬邊 這個就是 我把它拉小一點 你可以把它 有一個 感覺像相框的東西 你看 它就是會變這樣 外面就多一個東西 那你的顏色 當然 可以去調整顏色 這樣 哇 好漂亮 柯柯 好 接下來呢 就是 我弄亂的 把它取消好了 好 剛剛這個 再按一下F7 回來 這個呢 它就是 它可以做它的動畫 你可以在 我啦 我會想要把它的 在 一分鐘 不對 一秒鐘這邊 要按它的 勾勾 要打它勾勾 不然它不會理你 然後 你就把 全部的key 這是總key 全部key上去 就代表說 你要 它 在這個位置的 所有的動作 你都要記錄下來 好 那 再拉回去 把它最起初的這邊 把它 縮小 我把它 就是 有這種放大的感覺 放大 它就會 你看 慢慢慢慢 不對 是很快很快的放大 因為我把時間拉太短了 一秒耶 所以 如果你要拉長 慢慢的拉 你可以拉到 很遠 越遠 它拉的時間就會越長 好 這樣子 確定 你看它就會這樣 哇 好 就是這樣 那 你會發現說 VA鬼這邊 這是幹嘛的 這個是 放你專門 我們拍攝的東西 它會包括 聲音的東西 就是這邊 這是我拍的 這是我們 對我們教會 OK God 沒錯 God 這裡 它就會包括音軌上去 把音軌也放上去 那 那 要怎麼剪呢 你可以剪 在 回去回去回去 剪在一分鐘的這邊 按 按 C 快捷鍵的C 它就會剪掉 後面呢 你可以不要 看你個人的需求 我喜歡在這邊剪掉 OK 那有時候 有時候你會發現說 像這樣子 然後你再把新的東西 拉下來 它就會 跳掉 欸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 你沒有把這個 關起來 設定破壞模式關起來 只要看你的用途 你有時候覺得這個方便 好 那你就開起來 但有時候會覺得說 這 都會給你亂跳 那你就把它關起來 就這麼簡單 那 你可以把它 這樣 隨便你用 那 又是 又是蛾 又是蝴蝶 又是白露絲 蝴蝶 蛾 那 我現在可以來教你們轉場 怎麼轉場 就是 你會 當你要拿兩張照片 就是 讓它用另一種方法 去跳轉的時候 這邊有轉場 這裡 這裡 轉場 2D 還有它的3D 什麼叫2D 什麼叫3D 2D 就是 它可以平命的這樣轉 拉伸啊 推拉 這樣子轉 3D呢 它就可以在畫面飛來飛去 就像這樣 你看 尤其這個 好帥啊 好 就這樣 3D 推來推去 飛來飛去 是不是很帥呢 那你會發現說 這背景怎麼那麼吵 很簡單 因為我拍得很吵 所以呢 你可以試著把它關掉 這裡 靜音有沒有 靜音 好 把它關掉 或是 如果你覺得看它不順眼 你可以 你可以 把它按右鍵 這裡有個連接群組 移除連結 它 你就會 把它們兩個 活生生的 分開 然後 你再把 這個音軌 把它按 Delete 刪掉 它就變成 純影像的東西 純影像的東西 好 那你這邊有一個 可以把你的 另外的聲音加進去 加進去 你可以 通常沒有人會加在這邊 那你就直接加在 你的下面這邊 純音 純音樂的這個部分 你就會 呼 有對到節拍耶 嘿嘿 那 好 接下來我把它放到這 這裡好了 不要 反正都存以下 就把它拉到V軌 沒關係 OK 那 這邊的話 我想要給它放2D的東西 放什麼呢 放這個好了 就這樣 放在這邊 咻 咻 好 這個動畫是因為我們剛剛做了這個 F7的這個東西 有沒有 這個動畫 所以它才會自己在那邊跳 那 你可以 你會發現說它好 你會覺得它很小 很難去編輯它 所以你就按 Ctrl 加中間的這個滑輪 滑輪 好 就 中間的這個滑鼠的這個輪子 那 這裡可以把它拉伸 拉的越長 它就會越慢 不是越好 它是越慢 越慢越慢 越慢 越慢 好 這些這裡都一樣 可以拉很長 它就會慢慢 好吵 它就會慢慢來 來 然後 然後 白入死就出現了 好 那 接下來 你會發現說 在畫面上面這邊 在畫面上 會被覆蓋 有人會覺得說 那怎麼都 都看不到這個 你要這個 你要製作的東西 是因為 你上面還有一個東西 它把它覆蓋掉了 它是這個 整個圖層的概念 如果 你把它 你可以把它 這整個軌道 直接拉到下面來 還有直接拉到下面 你就看不到它下面的這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拉上來 它就會又看到上面的東西 OK 那 你再把音樂打開 接下來 雖然這個不是很好的作品 但這是教學用 所以就講究一點吧 OK 那 接下來 把多餘的音樂 按C 剪掉 於是 是就這麼沉了 OK 好 接下來我要輸出啦 記憶聽啊 好 文件 這邊 文件 加匯出 嗯 少一個動作 就是 就是 就是我要設 節點啊 節點 節點 節點在哪呢 點兩下 它就有跳這個節點 把它拉到前面去 如果你不設 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它會直接算你的 從頂點到你的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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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這邊 到你的結束這邊 所以 就文件這邊 按 匯出 匯出到文件 好 它就會跳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你可以 隨便你 就是 WMV 或者是 HDV 這裡都有不同的格式 這裡也有 所有的 看你的需求而定 如果你懂這些的話 你可以 到處去玩玩 有些很大 有些很小 看你 好 謝謝各位 就交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再錄 錄幾個教學影片給你們看 好 祝各位有個很棒的學習 就這樣啦